大家好 我是Yu 欢迎再度收看 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那么今天是大选的最后一页 很多省长的候选人 他们今天晚上都是睡不着觉 有话要说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总理金国先生 楚瑜在这里向你们请安了 楚瑜自认对国家对领袖一片忠心 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忠心好像是错的 大家都希望要变天要造反 楚瑜虽然有信心能够在最后协不胜正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选举 楚瑜这是第一次 而且楚瑜在公办会上 楚瑜用心良苦 但是好像是楚瑜用热脸去贴群众的冷屁股 楚瑜希望能够用台语来讲 但是听众说听不懂 楚瑜是台湾人 楚瑜说大家都是台湾人 但是他们说 楚瑜是偶啊 楚瑜希望保存本土的文化 但是他们说 楚瑜杀了史燕文 楚瑜的忠心耿耿 他们说 楚瑜是宋盘 楚瑜明明是军人的孩子 他们说 楚瑜是大内高手 楚瑜明明解决了很多的民生的疾苦 他们说 楚瑜是宋财同志 请问总理金国先生 楚瑜该怎么办 楚瑜大概只有用一首歌 来表明楚瑜的心情 楚瑜 用心良苦却成空 我的痛怎么形容 一生爱挫放你的手 楚瑜希望 楚瑜放的爱 楚瑜用的心 不会是挫放你们的手 我没醉 我没醉没醉 酒哪落后 听你心哭 很多人说老朱醉了 但是老朱根本没有醉 老朱是棺杆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 老朱说天才是孤独 是寂寞的 和白痴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我承认我是火爆浪子 但是我绝对不是投机分子 绝对不是变色龙 我是乖 无主知己 才会怎么 三字经 我是乖 无主知己 才会说打五通电话 大陆就可以晚一天打过来 但是老朱绝对没有错 大家只是把我当成小丑来看 没人愿意听听我的证件 听听我的治国理念 大家只想听老朱骂三字经 骂骂那些什么有的美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老朱真正是有康德 有孟子 有德国经的 绝对不只是只有三字经的 当然以前老朱曾经对人这样子 今天人家对我这样子 老朱没有什么愿由 你们可以不选老朱 但是请你们不要误解老朱 误解一个天才是非常痛苦的 只能证明你们自己是白痴 是无知的 我是笑傲江湖 沧海潮 偷偷两岸潮 浮沉水浪 寂静朝 唱天宵 今天好像喝多了一点 四百年来第一阵 要将台湾变清天 定然又听到了青天两个字 明天真的是会变青天吗 四百年来第一阵 终于要落幕 希望明天的结果真的是有好的天气 那么定然打这四百年来的第一仗 终于是能够自己当家做主 我们的江山 人的忙 有人说定然不是青天 是酷吏 定然承认定然非常的酷 当初连总统向我要求什么 定然都跟他说不 定然是六亲不认 当初在宜兰 为了减贪母减买股 验收工程的时候 定然都带着这个工具 有人说这个锤子是定然的上方宝剑 定然不敢 但是定然的这个锤子 跟包青天他的狗头渣虎头渣 意思是差不多的 如果将来有一天定然能够到了省府 定然也要把这个锤子带过去 把贪污给敲掉 如果半年之内敲不掉的话 定然就把头上的这顶乌纱帽给摘掉 表示定然负责到底 当然除贪污义 要改造人难 定然希望进入省府的时候 能够将台湾的人好好的改造 不但要让省政勤勤勤 大小河川勤勤勤勤 还要让所有的台湾人 都能够勤勤勤 我们要从推动教育开始做起 大家来说阿嬷的话 OK 每位候选人都说出他们的心来味了 那么现在轮到我也要来说一下心内话 那么过去呢 我们在这整个月来的这个节目制作了 我们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认为政治性的节目也可以做出幽默风趣的路线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朋友在这段期间 这个收视力这么样的高 那么让我感觉到是 我们的人民对这块土地都有爱 那么所以他们才会变成比较幽默 比较宽容 我相信这是我们台湾未来的希望 OK 这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还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单元 是明天要选举的 那么这个单元叫做选民万万岁 休息一会儿 不要走开 我们一起来看 明天12月3号 这是台湾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关键 1100多万台湾省选民 第一次用选票决定省长人选究竟谁属 是打得国民党安定牌的宋楚瑜 或是要将台湾变天天的成定男 还是会五星党奇迹的朱高正 这个答案明天正式揭晓 依照国民党估计 宋楚瑜可以大赢曾经来60万票以上 而曾经来赠云则宣称 保守估计可以超过宋楚瑜2 30万票 朱高正也不甘示弱的扬言 难过45%的选票 从这些三党估票的悬殊情形可以看出 这次号称400年来第一次的选战 不单是一场没有镇压的选战 更是一场不到最后关头难分宣制的选战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这场选举史上浮渊最广 票数最高 规模最大的选战 不仅是省府大门钥匙的争夺战 那是国民党的政权保卫战 民进党迈向执政之路的大决战 以及新党能口开枪辟土的关键战役 甚至还被视为是明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 因此一时之间各方天锐进出 全力一搏 国民党方面从坚决参选到底的吴伯雄黯然退选 让宋楚瑜当然不让地夹着现任省主席优势投入选战 且获得李登辉主席的全力支持 使得宋楚瑜一开始就居于领先地位 民进党则推出两届宜兰县长陈定南 打着宜兰金样和青天牌及起直追 并搭配前任屏东新党苏贞昌担任副省长人选 企图一南一北向中心新村包围强攻 至于新党方面 紫村昌社民党朱高镇披挂上场 企图借朱高镇单打独斗的爆发力 来开疆僻图走出北台湾 选战出席各入人马整军金五招兵来马 宋楚瑜在获得中央兼费奥元之后 摆开传统组织正式巩固战局 并请练台语弥补省级上的致命伤 此外还打出诸葛亮牌 借秀赏皇帝的草根魅力 营造群众气势 全地南一开始并以400年来第一站 要将台湾变青天打赏致命度 又发行竞选省长青天卷 掀起正抢购热潮 这迫使连赞院长李登辉总统相继出面消毒 极烟利涩的批判变天论调 而擅长打雷财阵的朱高镇 也激起新党大旗 左达宋楚瑜又踢陈定南 不过候选人也都有公式遭错的时候 甚至武通电话说 这使得桌高站惨召新党严重警告 而陈天南的选情也因为屏东徐禀风贩毒案 横生波澜 宋楚瑜则收到台中市副议长郭燕生等 大大小小或判刑或起诉的会选案件牵连 以及对手频频针对电视辩论校正 而使得战情一度陷入混乱 而11月8号省长选举正式名枪起跑 选战进入短命乡间的白热化阶段 三档候选人恨不加入战局的无此菜政治 展开激烈的厮杀 于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省长公办增监会 成为候选人在台上的开骂比赛 以及台上台下声嘶力竭 肢体相向的非理性对抗雷台 而台下不同阵营之间相互交进的冲突场面 更是不断发生 就在冲突对立叫骂的选战七分钟 选举终于进入最后的倒数计时阶段 造势串联扫街败票的动作越来越密集 会选反会选的攻防之声也越来越尖锐 战火已经烟销明白在全省各角落 而明天不管是400年或是5000年 这个历史上第一站的胜负 将交给1100多万学民做最后的台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战火跟1100多万学民做最后的台犯 我们选举万岁25集到今天已经全部播完 那么非常感谢观众朋友 在这一个月来的观赏 那么明天就要投票了 我想希望明天晚上开票以后 是一个平安夜 输的人要输得起 因为哪一党执政都是暂时的 人民跟土地才是永远的 你认为呢 明天早上11点 我们TVBS跟联合报系 合作一个节目叫做 《决胜今朝》 由渔夫当第一个组织人 请各位在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 早上11点的时候请注意 请大家一起来观赏 OK 好 全部节目播完 非常谢谢各位 拜拜